在赵伯云关内,专家还发现了随葬有一块玉壁,这件玉壁是生元四年,也就是公元940年南唐开古皇帝礼殿的祭天之物,也叫陶龙玉壁,是赵伯云生前的心爱之物。 那么南唐皇帝的玉壁怎么会出现在南宋赵伯云的目标呢? 原来,两宋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收藏人物,当时的士大夫和高雅人士非常喜欢收藏剑上古玩,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博古,他们在休闲举办聚会时往往都会陈列古董,大家一起上玩,而这种博古的画面也是名门望族的日常生活场景。 当时第一次出现了热门的古玩市场,南唐皇帝的玉壁在传世的近三百年后,作为古玩爱好,被牧主人赵伯云收藏。 赵伯云生前肯定是非常爱好,喜欢这些古玩,所以把他的后背应该也非常敬重他,也非常尽孝,所以把这些玉壁里也随着赵伯云一起去下葬,陪葬下去了。 通过这些随葬的精美物品,专家认为赵伯云生前的穿戴较为讲究,是一个暧昧风雅的皇族后领。